因為所有的預算憋力就是施政的表現 我要做什麼事所以我便預算 今年210億的預算 是其中160兩年 對 我知道有包括所謂的前瞻一期兩年 所以我們提160但是兩年只是 對 那如果說你也是第一任部長 那我們大概也不用設施做多久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覺得你要怎麼樣塑形我們的數位部 然後未來如果譬如說一年以後 你要看到什麼樣的面貌 它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那在你部長任內 你最想要做的五件事是什麼 為什麼是五件事 今年是五倍 講現實也可以啊 其實我覺得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前瞻的兩年期 其實都是要儘快完成的 像那個非同谷 中低軌的衛星 這個也不能等到兩年結束 我們才建立這種能耐 而是說要在這兩年裡面 不斷的迅速的實驗 確保說 我們現在當然已經有一些衛星的頻寬 但是不夠嗎 我們看那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就知道說它即時的那個戰況 跟只有少數一些文字圖片差很多 大家有那個臨場感 其實全世界的朋友就會願意幫忙 然後再加上 是不是有一些經典的名句嘛 說給我彈腰啊 不要給我搭便車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 如同森林奇境的那樣子的通訊的品質 那個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戰爭嘛 也包含天災啊等等 就是最近才地震啊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盡快 不會等到兩年結束 就確保說我們在全台灣 可能七百個點 那國外三個點去測試 這樣非同步衛星的品質 所以在包含救災 以及暫時應變的任性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絕對是第一件 不管後面是兩件還是幾件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會去確保說 因為國防那一邊 夏標國防部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 受到自然威脅的情況 那但是呢 我們去抵抗的這個技術 本身其實也有產業應用的價值 其實這個就像國際上都知道 以色列出品這個避暑精品 因為他們就是被攻擊的也很厲害 所以我們全世界台灣 現在大概已經相信我們的chip 相信我們的半導體 在他們最關鍵的地方都會使用的 所以我們是可信的 那同樣的就是在資安技術上面 如果國防部需要的這些技術 是可以軍民兩用的 那我們編了好像一億三千五百萬嘛 去連結國防的需求 然後補助業者去自主研發 軍民通用的可能至少十案 關鍵的技術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資安當然國產化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也可以去拓展全世界的市場 這是我昨天在立法院說 其實產業署資安署沒有辦法硬去區分 說這個到底是產業資安還是資安產業 因為這兩個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第一個是韌性建設 沒錯 對 所以這兩個部分基本上也現在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對於整個書院會 它是一個新創部門 從你原始的觀點 我們現在有在做低軌嗎 或中軌 低軌 對啊 低軌 對 但是那個是 就是比較是 不是緊急投入到 就是糾災啊 或者是應變等等的 所以 我理解說研究那邊當然是有 包含低軌相關的資安之類的 但是我這邊在講的不是說 是好像年底商業進來 然後慢慢讓它自主的這樣子 大家要採用就採用 要訂購就訂購 我們是在短期間裡面 聚集資源 然後說我們就是要確保說 在災時應變戰時等等 我們就是要達到那麼好的品質的 通訊啊通話啊直播啊等等的這種品質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程的概念是不一樣 一般商業的話你輔導它上轉 是市場有需求 然後它需要多久就多久嘛 我們最多是獎勵輔導等等 但是這個是因為是我們自己要用 所以這個就跟 其實這個叫POC 就是這個概念的時程 那這個就跟商用的那個schedule 是分開來的 所以我說 我的意思是我在歸納比 你剛剛你知道吧 你認定建設跟所謂的資安的問題 對 是我們現在當下最緊迫的 就是培育我們國內的紅隊啊 這些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現在當下 而且是您在 覺得您在做部長 做首位部長 所要先去建設的部分 對 就是早就應該有了的 所以我們盡快要把它建立起來 那有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這個標準 或者是 我看到一年以後應該可以 所以就光任性建設 或者是治安的部分 對 或防治安的部分 就是好比像說通訊如果遭到干擾的話 當然可能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紅隊演練 但是即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紅隊演練 所以我們也會碰到各種颱風啊 地震啊什麼 我們並不缺實際演練的劇本的場景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對 每次 對 行網 護網 海嵐 它都可能出狀況 就算不是被攻擊 被被人攻擊 也有可能被天災攻擊嘛 所以每次出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量說 到底是我們能不能夠從這個狀況裡面 快速的恢復 或者甚至是任性已經夠好的情況 你根本沒有感覺到它有斷掉 那它的通話品質 通訊品質有沒有受影響 那我們每次碰到這個天災之後 我們有沒有學到教訓 而且立刻就改變我們的這些設定 然後讓它這個轉型 再下一次的品質又更好又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不是說 好像一年之後 我們的能耐就一定到哪裡 而是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碰到每次的挑戰 我們就迭代來強化自己 對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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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在應變 或者是災難的時候 包含在視訊會議 網路電話 直播系統 這種即時讓大家安心 的這些通訊裝置 我們不但不能夠中斷 而且要確保說它的品質不要受到影響 每次每次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這次的品質可能還是受到了一點影響 或者某些地區還是受到影響 下次又要更好 下次又要更好 這樣 這是短期目標 這是短期目標 那中場期目標呢 中場期目標當然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培育我們國內的資安的能量 包含國內的紅隊 就是去模擬攻擊的這樣子的能量 在國際上面建立台灣的資安產業的名聲 是就像我們的半導體一樣可以信任的這個名聲 那確保說包含我們台美的經貿談判 裡面也會有數位貿易的部分 確保在這個方面 可以達到一個對雙方都好的一個談判結果 那事實上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現在也都一樣關注低軌通心的通訊安全等等 其實烏克蘭之後大家都關注這些事情嘛 所以就確保說我們的資安產業 帶動我們的產業資安 又回過頭來帶動我們的資安產業 它是一個循環 對 那您剛剛一直強調低軌微信給款 那我們跟Starlink 那邊有一些相關的 我們當然我們這邊的電信商 跟其實也不止Starlink 跟所有中軌低軌的這些解決方案 都保持有密切的接觸 那具體上面來講 我們在這個POC上面 我們是想要達到特定的能耐的指標嘛 所以並沒有說一定要是哪一家才能夠達到 願意來這樣子做的 我們都很願意跟它夥伴 這跟商用是分開的 對 因為他們的計劃只有大 而且他們一直設定台灣做一個 非常隔離合作的人 對對對 那當然就是他跟我們合作 也不是只是說我們採用他們的技術 也包含說我們這邊也會針對這樣子的部署 有資安工房 漏洞檢測等等的技術 那包含什麼通訊定位 廣播導航的檢測 軟硬體漏洞掃描啊 反監聽啊等等 那這個其實對任何跟我們合作的廠商來講 這個也是一次很好的實戰 讓他們的自然強化的經驗 所以我想是雙方是互利的 好 那我們在架構這個數位部的過程中 這樣好像一塊拼圖 一步一步把它拼出來 那我們現在的組織架構 有所謂的六師 二屬一中心 一院 一個新生法人 對對對 那你當初怎麼去架構 再加進一個系統的組織 你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謝謝 我想我們的兩個屬 就是資安的部分跟產業的部分 這個是立法院所明定 其實本來的版本 比較是說布是產業 然後資安的部分在資安署嘛 但是因為產業就真的很重要 所以立法院就變成說 那產業變成產業署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可以去幫各行各業做數位轉型 之前是比較 之前的版本 比較是說我們就是資訊服務業 或資安產業等等 好像有點從經濟部移過來嘛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一整個產業署的編執 實際上是蠻大的編執 那再加上第一任的署長 對工業局非常的了解 就是鄭華 所以他有一陣子是白天當局長 晚上當署長 在那個籌備的時候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挑了一個跟他的娘家 就是經濟部互補的這樣子一種設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並不是說某些產業 它數位化程度高就移到數位產業署 然後數位產業這個都過來之後 不要類比工業局不可能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所有的各行各業 它本來的主管機關 如果在商業室 在中期初 在工業局等等 就都還在那裡 但是呢這個縱向的業管呢 跟我們數位產業署的橫向的 幫各行各業獎勵輔導 數位轉型教練完全是互補的 所以我們不會變成說 本來這個監管我們也要拿過來 本來這個主管機關我們要拿過來 沒有 我們就是說各行各業 包含行為業 如果要數位轉型的話 那產業署都幫忙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程度互補 而最小程度衝突的這樣子一種安排 那這個就是我跟鄭華很早期就談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不同 跟本來就是願送進去立法院的那個版本 最大的不同 可能是在產業署的設計上 嗯 嗯 那因為六四的部分 對 是 民主 數位 數位策略室 對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啦 就是我們常常在看我們這個社會的預警 是 很多立法院 就是說我要推動數位 我大概現在有當成 比如說有那幾項法律 是 是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先去推 是 ABC有沒有 您的構想 我們當然有很多法律移過來給我們 好比像說電子簽章法 已經過來了 那或者自動安全法當然是過來了 那這些法律的特色是什麼 是在疫情期間 有很多新的案例 是當初沒有想到的 我舉例 像電子簽章法 它本來是說 國外的憑政機構 要在台灣立案啊 註冊啊 互惠啊等等 但是我們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履行的需求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跟歐盟 有一個疫苗護照啊 的那個QR Code 互相認證 EUDCC 那之後也包含跟美日澳啊 也有另外一套系統 SHR 我們也互相認證 我們並沒有說 我們要等它來設立一個 在地的機構啊 去註冊這個電子簽章的 品證機構啊 雙方換紋啊什麼 那為什麼沒有走這一套 就是因為指揮中心 當時覺得說 這個需求非常殷切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 互相承認就是了 所以那也是一種互惠沒有錯 但它並不是走電子簽章法的 本來明文規定的那個程序 但我們回去看 其實也沒有犯法 也沒有非法 它本來就只是說 互惠是一個精神 只是說我們本來想的是 比較 就是有點類似要落地 那種感覺 但是現在有很多是 事實上是交叉承認 因為雙方都有明確的需求 那而且國外在疫情當中 事實上不太可能去辦公室簽東西了 他們是封城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對電子簽章的使用率 活躍也高很多 所以我們這種 跟國外接軌的去解釋 不一定修法 但是說不定也要修法 不知道 要解釋這個電子簽章 或者是導入零信任之後 那這個自通安全 有沒有什麼要討論修改的地方 我想這個也是 我剛剛講到 是有時間的急迫性 就是本來就該調整了 趕快來解釋怎麼調整 所以同樣的是這些先做 而不是說專門去針對疫情期間 當然理論上 疫情期間也有特別條理 也有全疫病防治法 那當然我們做的一些措施 未來要不要寫回全疫病防治法 這個可能指揮中心會研究 但是至少我看到的電子簽章 國際的共同規範更多 而不是單一地方或一個國家 一個內部規範 那您覺得從這個當中 你要怎麼去看說 我們自己的那個 國內的立法要怎麼更彈性 而且要配合到 比較整個 國際先進一點的一些 方向跟趨勢 像為什麼剛剛提電子簽章法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現在有一種 崭新的完全只靠數位簽章 就可以甚至發行類貨幣 這樣子的東西 叫分散式帳本 或區塊鏈或加密貨幣 等等有很多名字 那當然這裡面 如果是關於洗錢資控 什麼之類的 當然盡管會已經在管了 那如果他真的是要當法幣用 當然央行已經在做試驗了 所以這兩個部分 當然不是數位部 但是很多人他的用法 並不是說他要變成全國通行的法幣 他也不是說他要用來洗錢資控 他只是要來做一個 好像一個獎狀啊 獎章啊 或者是空的機位 你可以去搭的憑證啊 之類之類 他是比較像憑證 或者是一個會員卡 等等這樣子一個用法 那這個用法 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全世界是共用一本帳本 所謂公鏈 所以都承認 所以在這個上面 就出現了很多 包含之前所謂NFT 限量憑證啊 等等的這些新興的東西 那這些新興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去調整 我們對電子簽章法裡面 本來對簽章憑證就有定義嘛 去把它當作一種新的簽章的應用 憑證的應用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有點神弄長白草 就是我們自己開始利用 我自己也是這個 因為這個染疫嘛 當然現在完全康復了 在家裡七天完全零信任嘛 不可能進內網嘛 謝謝 對 持續驗證 然後簽公文 我們就立刻測試了 整套零信任治安系統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們在自己辦活動 像接下來有一個點子松 那如果是有得獎的話 我們也發NFT啊 也發記名的限量憑證啊等等 那我們知道在政府裡面 其實如果你是廠商在推這些想法 但是主管機關沒有人用過你的服務 也沒有第一手經驗 常常這個轉役的成本是特別高的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搶先來用 剛剛講的這些全新的概念 我們都自己用 那用的這個是我們作為這個 實際在應用的這個業管單位 去跟如果他需要監禮特許 或者其他部會的支持的話 我們去甲方跟甲方去談 那就跟乙方跟甲方談是不一樣的 所以通常就是回答您的問題 就是這些國際的趨勢 我們就是盡快自己來 先在數位部跟兩個署 跟我們自然院裡面來採用 採用之後知道 他跟我們這邊的合規 怎麼樣子導入 怎麼樣確保說 我們這邊的公文的城市 公務的城市 我們內部這些code 怎麼樣跟這些最新的軟體的城市 結合 變public code 那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也就有擴散到 其他的政府機關的可能性 所以你剛剛提到有關 就是我們先給大家看 有關數位暴力的過程嗎 嘿 不好意思 好啊 他其實是可以往下指對不對 因為不是指向性的麥克風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我也可以把它移到這邊 因為他就一直聽到衣服被擦 不好意思 我們有另外一個收音可以給你們 大家互相交換去 是這樣嗎 你看 幫我厲害 應該往下還是收得到 而且比較不會取得到 對 我可以謝謝 就是可以 這樣子 醬油剛好一點 沒關係 但真的我們這集可以給你們 剛剛有關於蘇聯貿易談判的部分 但是就是說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誤會的模式 但是我們會想要提出哪些尋求 然後我們可以買出我方的尋求 當然談判的部分 是由OTN來主導 那我們等於是提意見 或者是提想法給OTN 那OTN當然它在數位貿易的這件事情上面 專注的其實都有公開資料 中文平台上面有 就是降低雙方的一些 barrier就是 碰到的一些目前的困難等等 那像我們看那個外商 包含很多商會 他們之前也會給OTN也好 國發會也好也會提一些想法 那像其實剛剛講到那個 電子簽章的國外的成人 交互成人 其實也是之前常常被提出來的一項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我們自己 pop down的 說哪些事情就是要談 哪些事情就是要做 而是說我們的業者 在他們那邊碰到什麼狀況 他們的業者在我們這邊碰到什麼狀況 那大家先這樣盤點起來 然後如果很快 互會雙邊立刻可以解決的 那我們就開始把它放到他們的桌上 那會不會 就是說我們自己到底 有沒有一些法律現在跟國際 整個發展的方向有所抵觸的 必須要去考慮修法的一些部分 有所抵觸的 對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 或者是法律沒有揮範到 就是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我們所有的那個行政部門在做事情 對 都要有一些立法力軍 是 立法行政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但是整個數位發展的 又是全球性的 是 而且特別是跟國際等連通是非常直接的 是 那在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 比較落後的 落後的一些相關的方面 需要去做調整 需要去做修改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 像憲法法庭在健保資料戶外 他已經很明確地說 在未來兩年多之內 就要有一個個資相關的專責的機關 那 為了配合這個個資法 大概得修法 去確保說 不管是我們面對美國CBPR 他們聯邦說不定也要弄個資法 那 以及歐盟當然GDPR已經確定了 那包含他們接下來 Data Act等等 資料相關法案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確實是 你如果要接軌的話 這部分 大法官已經明確地說 要有所調整 那不過因為 就是各自的獨立機關 它是獨立機關 而且 它比較是屬於有一些監禮的性質 那 數位發展部我們已經說 我們零監禮 所以 不會說我們又變成 各自的監禮機關 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 我們會去因應 各自法 以及這個新的各自監禮機關的這個趨勢 去確保說 我們現在研發的這些技術 包含我們前瞻裡面 有另外一項做通傳的創新 通傳創新裡面 凡是碰到數據交換的時候 就要採取比較嚴格的那個標準 是無關各自 而不是說 好像部分趨勢 別人化合理程度之下 難以還原什麼之類 要用新的隱私強化技術 去確保說 它真的無關各自 才可以交換 所以這個就比較類似您剛提的意思 就是說 國際好像已經 防火建材率 建材什麼 慢慢已經開始到比較高的標準了 那我們也必須與時俱進 那只是說 這個法律的主管機關 未來各自反而不會是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要因應這個趨勢 這個潮流 先假設它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然後去開發 以及導入相關的這些 國際上面通用的隱私強化技術 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不會把經濟部的業務 所有的人 就說 比如說什麼相關的 數位化程度一高 就變成我們了 不會這樣子 但聽說你在內部 在跟他們討論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 你以後也不用數字 也不用KPI 來做一個衡量的標準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對數位產業的協助 的效能 沒有 我沒有說不用數字 我是說不用產值 這個不一樣的意思 這不是GDP 不是以產值為最主要的 那是怎麼來做標準 這個真的很好的問題 確實因為產值容易計算 而且也很直觀 所以很多都是直接用 你創造多少產值來當作標準 那我也不是說產值不重要 而是說產值當然經濟部會顧 而且真正要講 我們這些橫向幫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但是這些行業主管機關也不會移過來 所以產值是發生在 如果你看主席總創 發生在本來那些主管機關的Pocket裡面 不會因為我們導入數位轉型 它產值提高 這個產值就算數位補的 不會啊 還是在本來的那個業管的產值裡面 所以我們如果要算產值 那勢必就要開始縱向去搶 那個業管的業務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不是計算產值 那我們做的是什麼 我們做的是它的放大的程度 叫做SRY 就是社會價值的投資報酬率 就是我們 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 我們在通傳創新裡面 很早期 那個衛福國就有跟我們討論 Yan說 有一些用手語 現在也是我們國家語言嘛 用這個手語的朋友 他不管聽仗語仗 或者就是對手語有興趣 那但是他現在 少數當然公部門的這些 廣播性質的包含智慧中心 確實是有手語翻譯嘛 這個他們看得懂 但是如果是他自己 想要打一通電話去辦公務 或者是公務員 回一個電話給他 那就很困難了 他必須要真的 有手語老師在他旁邊 然後去翻譯嘛 不然不可能說 你每一個公務員的手機 或者是桌機旁邊 都配一個手語老師 不實際 那所以這個就變成是說 他們 我們越速越快 變成這些以手語為主的朋友 他反而能夠接取的機會 開始變少 因為他很多需要視訊嘛 需要通話嘛 那但是 如果沒有即時翻譯的話 那他就很難 這個讓對方 包含這個 視訊看證啊什麼 就是反難易溝通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導入一些新的 因為5G的特色 它是高頻繁低延遲嘛 所以不管手語的老師在哪裡 他只要加入這個網路 那他就可以變成說 即時的透過一個叫VRS VRS的技術進入這樣子的通話裡面 那等於這三個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嘛 打電話的 接電話的 跟手語翻譯的朋友 但是還是可以有一種 好像勝利其境這樣子 即時提供翻譯 那你說這個產值多少 難以估計 其實真的難以估計 但是你可以去算說 我們一般的國民 他接取這些公共服務的頻率多少 那但是這些可能有這個語帳 或者是聽帳的朋友 他接取的頻率多少 他每次省下多少 自己去找人幫忙的那個時間 他本來可能要辦好幾次才能夠辦完 現在說不定一次 打個電話就解決了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 省了多少時間 或者是省了多少力氣 都可以量化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告訴 微服部的朋友說 你本來投入的資源 只能照顧多少人 多少小時等等 但是現在引入通傳創新之後 你就放大了 你可以照顧多少多少倍的人 有多少多少的社會價值 被創造出來 省了多少時間 那當這個量化 我們做得出來之後 就可以貨幣化 就可以把它放一個 新台幣的那個值上去 所以像通傳創新裡面 我們就說 那你投入這麼多 他要創造 一百億的社會價值加產值 所以這個就是當量 就是說它創造出來的產值 新台幣這個容易算 但是每一案 我們也要去算它的社會價值 而且要新台幣算當量 那這個加起來有一百億 所以這個是一種新的算法 所以每一個部會 你大概都會幫他們打入所謂的 創新的一個提出嗎 對 我們會有上百個不同的案子 那任何部會 或者他們協力的朋友 都可以提案 那我們當然 畢竟就是輔導的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會挑裡面 可能十幾二十案 我們覺得比較有可能 在兩年之內 我們什麼都是想 兩年之內 就做出一個規模的 可是由社會來主動提案 對 或者社會來主動提案 全民來主動提案 對 那如果它在小的規模的地方 POC證明說 這個有效益 那我們趕快就再多花一些資源來 那它的工藝價值越大 我們就願意花越多錢 而且也不只是我們 本來的那個提案的部會 發現說它的預算用到這裡 效益更大的時候 它也願意出錢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的錢 也包含相關的部會 它發現說 這些預算可以用新的方式來做 所以你給經濟部這些傳統文端 移過來的產業書 對 他們的意見 就是說你給他們的指示 對 就是產業政策的方向 就是所謂的導入 通傳技術方式 還是說你給他們的方向 就是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 那數位轉型裡面 包含通傳的創新的應用 但是當然也包含資安 也包含各種我們的服務設計 流程再設計等等 雲端化所謂雲市集 輕盈共創T大使 這些都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本來像我剛剛講的這些社會價值 我們跟經濟部中企處 之前在推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就包含社會創新事業啊 社企啊什麼 這個其實都有 都已經有過類似的經驗 但之前是比較是 我們跟中企處合作 但是工業局的邏輯 商業司的邏輯 技術處的邏輯 可能都不完全一樣 他們的法人也是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產業署了 而且我們的副署長 這個Betty 之前也是社會商業機動方案 非常的熟悉 那俊秀之前我們也有合作過很多 所以據說兩位副署長和署長 其實本身很了解這一套 那他就很容易去 不管是商業司來的 工業局來的 或者技術出來 中企出來等等的夥伴 就用這個邏輯來運作這樣子 可是他們是帶著 舊有魚來部會的邏輯 還是用五星的數位的邏輯 我覺得這還是有落差 是是 我覺得這裡要分兩個層次回答 一個是說像通傳創新 那個全新的計劃 所以KPI或OKR 當然我們寫 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不存在舊的計劃 要改邏輯的這個狀況 對 那有一些呢 好比像說已經執行了一陣子的 有一個叫做創業規务理 那創業規务理就是去 讓就有點地方創生的味道 就是讓 對這些數位轉型有興趣的這些 新創團隊 這些年輕的朋友 他導入這些數位轉型的能力 去幫助他的家鄉的知名度更高等等 那這部分其實也就很符合 剛剛講到創造社會價值 甚至是群眾政案等等 其實這套邏輯跟通傳創新 可能只是規模的不同而已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他們就拿了通傳創新的這個概念 然後現在開始調創業規务理的這個方案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隨著時間過去 大概我覺得兩三個月吧 我覺得可以調出一個狀態出來 其實我們特別在COVID之後 都很確信一點 所有的產業都是個體業 而且他們全部都說要數位轉型 對啊 那我們這個產業這個部分 要怎麼去協助不同產業 特別是傳統產業做數位轉型 特別是台灣中小企業這麼多 那我們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花更多行李去 是是是 像 您提到在疫情期間 那 像我們在無備券的那個時期 其實就有推 所謂的無接觸 這樣的支付的方案 因為有一陣子 大家對於摸到現金 是感覺有點 有點挫 但是我們就去檢視說 之前在推動這些 特別是比較小的攤商 甚至他不是公司登記 他當然有睡急啦 的這些營業人 為什麼不倒入 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這個怕被殺稅 就覺得說這個可能會有 稅幅上面的損失 那第二個是說 他覺得他不是很容易判斷 哪種解決方案適合他 可是每一種好像都要花很多錢 那花很多錢之後 誒說不定收不回來 他又要再去投資新的技術 那他覺得這個有點困難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這兩個 結合在一起解決 就是靠台灣雲氏集的那個方案 現在雲氏集是我們政府出一半 在當時好像出到八成 也就是他出的錢可以五倍這樣子 那所以 他挑這個雲氏方案 他用兩天 覺得說這個POSE方案 他不是合 他要換一個 再換一個 他的損失極小 因為他不管付多少 是按照那個用量計費 而且裡面當時八成 現在一半 我們吸收 所以他就可以快速的試很多的做法 然後呢 又承諾說 當然這是財政部幫忙 承諾說這個 他的這個 適用的這個稅率的減免 謝謝 是 降到一趴嗎 會持續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整合型的政策 就是不是單一部會或者單一機關來推 而是趁著說 我們畢竟也有大概兩成的人 他的五倍券是選擇用數位的方式來領取 那就會帶動很多 不管是信用卡還是信用支付的這種商機 那你如果想要留住這個商機的話 在你自己投資極小的情況下 你可以很快的用雲氏集來導入這種轉型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那還有另外一個中小企業會覺得說 那現在大的企業 特別上市規公司 上市公司特別要做碳盤查了嘛 那碳盤查同樣的也是 跟剛剛那個想法是一樣 就是覺得好像要投入很多的資本 好像那個誰先做的話 那個資本消耗會特別大 而且也不是很確定哪一家特別好等等 那所以就因為已經有雲氏集這個平台 所以產業署就可以去說 那你做碳足跡的盤查 去做相關的認驗證 做潔能等等這些解決方案 那就上雲氏集啊 那你很容易就找到 找到同樣的你試試看嘛 不行換嘛不行換 那政府去吸收他的這個 嘗試錯誤的這個成本 那如果真的需要有人導入的話 那像T大使也是可以讓這些年輕人 一起來導入這樣 所以你看盤查 數位部也會寫住就對了 對就是說我們就是各行各業 需要數位轉型 包含透過數位轉型 達到精靈賺錢 我們都協助 但這個平台是大家共用的 所以在上面你也會看到有 包含甚至當然工業局 但也包含農委會啊等等 這個經費都放在這個雲氏集平台上面 所以等於是共用的了 有點像我們五倍券的那個平台 後來發現真的很好用 如果大家有這個小孩的話 當時我們的那個家庭防疫什麼疏困補貼 一萬塊那一個嘛 不管是線上直接key帳號 健保卡號就收到一萬 或者甚至去便利商店提款機 可以直接領一萬出來 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pattern 這是一個平台 那所以之後好像勞動部的那個部分公使嘛 也是一萬嘛 他們就發現說他不用自己從頭建這套平台 他可以直接用我們當時規劃好的那套平台 他就省了不知道多少這個行政成本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斷研發出這種共用的共通的元件 節省其他部會的行政成本 但當然預算還是他們的 政機業還是他們的 我們就是減少中間的摩擦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資料透透嗎 對對對 我們以往地方政府跟各部會之間的資料完全不透 你現在幫他們打方學問 有這樣的概念嗎 對其實這是一個我們叫data pipeline 就是一個資料的好像水管聯通管 對那在這裡面就是要比較注意的是說 如果他無關各資 他比方民生跟公共物聯網 這個空屋啊或者是水的品質啊 當然一條河不會出來的時候前半各資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之前到最早的那一期前三 其實就已經打通很多 您現在觀察到沒有打通的 絕大部分是因為各資的關係 就裡面會有民眾昨天的資料 對所以我們現在的多元創新思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因為他是把b to c to g to x to 什麼的 的這個資料交換的機制去建立 但是呢這是多元的 意思是說不是像以前大家想像那樣 什麼資料全部都solo 然後來進行運算 因為這樣子你solo這個地方 它會變自然熱點 你只要打這裡什麼都拿到了 對而且只要打這邊 那如果一個操作不當啊什麼之類 那個各自外洩的風險是非常強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說 不是而是說想要運用各自的 還要透過my data平台 它可以下載 甚至交給第三方去辦那個台庫啊什麼的 但是過程當中 它的資料並不會因此集中到我們書尉部 我們做的是這些節點中間的交換機制 然後確保說它是有加密的 它資安上面沒有問題等等 所以我們建這個管道不表示我們看得到大家的各自 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是建立一個對於各自是能夠強化它的隱私保護 我們對於資安是確保它的安全等級提高的方式 來讓各界能夠交換數據 那部長我從剛剛說 您提到有關於對於產業數位轉型的這個解決方案 基本上是做出非常多的不同解決方案 放在平台上公開分享 它就是供需之間的這個媒合嘛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 這叫做公益平台嗎 公益平台 當然它如果是以社會價值為主 那當然是有公共利益啊 那確實是 包含我們說如果你自發的捐出數據 那確保說它已經完全無關各資了 然後像我們疫情中間 有那個X1快速診斷技術嘛 那這些就是靠全世界願意捐出這些數據 但當然不能再識別 維持是誰的X1片的方式 來快速達到一個公益 所以這個是有的 叫數據公益 在多人創新那邊 但是有些時候它不一定有公益性 有些像我剛剛講的比較是 我自己要辦一個開戶什麼的 我不是很想再去弄銀本啊 什麼覺得很麻煩 所以呢我們就是用類似像 剛剛講到跟歐盟交叉成員的那個平證平台嘛 大家可能還用過對不對 那個指定居格書證明對不對 如果要請保險應該用過的 對那就是說我們就是用現有的平台 然後但是把實際的這個需求方需求帶進來 所以當然我們那個指格書證明 並不是在歐盟可以用沒有 但是我們是不需要總部建制 因為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要去和朋友簽訂保險什麼 我就可以很容易拿個QR Code 保險公司後來當然花一點力氣 但是後來又承認了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幫CECC做的事情 是建立讓人能夠自主的去取得 關於他的資料 並且去應用 但是這裡面並沒有捐出來做公益的這個部分 這完全是讓他行使資料自主權的時候 副本的權利什麼時候變得比較容易 所以整個MyData平台是以資料自主 那這個跟數據公益是互相加強 因為你如果能夠自己隨時下載 那你也可以選擇捐出去嘛 但是你也不一定是捐出去 說不定是自己辦辦業務而已 您能不能特別介紹一下民主網路史 是是是 網路史 未來的發展方向 是 民主網路史 不是網路 網路是機器之間叫網路 人際叫網路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重點是我們透過網際網路 來累積這種跟理念價值相同的夥伴中間的人際網路 所以才叫做網路 那會叫這個名字 是因為我們有簽一個未來網際網路的一個協定 的一個算是宣言吧 跟六十個國家嘛 那這個是我國 在國際上面一個蠻新的一種做法 就是說我們也不是稱經濟體對不對 也不是稱觀察員 什麼是一個完整的參與者 那但是我們是稱夥伴 partner 或者是我們是稱一個民主政體 democracy 那但是所有其他人也都是這樣 所以是平起平坐 那這個其實從民主峰會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所以概念上面就是說 跟全世界關心技術要怎麼樣促進民主 而不是變成好像反而變獨裁威權 因為我們剛剛特別講說 我們沒有要把資料集中 就是因為很多管轄領域 他們的發展的方向是過分集中化 所以變成是說少數的設定參數的人 他透過像就是QR Code這樣子的技術 就可以去大幅度限制 甚至你移動的權力啊什麼之類 就是說當你資料過分集中 權力過分集中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有很多弊病 就開始出現 但是反過來講 也有很多地方它是有導入社交網路 可是民主也沒有更民主 反而大家的時間都花在彼此攻擊 這個計劃 計劃的政治什麼 所以看起來很自由啊 沒有過分集中啊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平台的邏輯 很多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但是不一定是有品質的溝通 那所以對民主好像也沒有多好 所以這些民主夥伴 在前這個外交警務宣言的時候 就是了解到說 重點就是要既保持我們不要變極權 但是也保持說 我們還是能夠推進有品質的國民對話 而不是變成一盤散殺 那我們的數位技術怎麼樣促進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在疫情中間這兩年 包含疫情本身跟假訊息的危害防治 其實台灣有累積一些經驗 所以這些經驗 大家在最近兩年很希望聽我們分享 所以民主網路司 就是順應著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我們就繼續把我們怎麼透過技術促進民主 而不是民主退場的這個經驗 分享給國際商的朋友 所以它就承擔了傳統上面的國和司 包含這個剛剛講說的經貿談判等等 當然這個民主詞都會有一點關係 但是也包含國際上面 並不是以國家形式出現的 好比像說在Web3的世界裡面 也就有很多分散式的資質組織 包含網際網路本身 Internet Society等等 IT等等 它也是就是聯合國好像不是互相立說 有點平起平坐那種感覺 叫做多方厲害關係的模式 所以就是在這些裡面 我們去跟他們交往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個democracy 也是一個partner 但是人家不一定是country 對不對 所以這些的國際關係 當然比較不叫國際關係呢 這些外交關係 那傳統上會叫公眾外交 那這個也是民主網路司的工作 這會不會有去中心化的概念呢 我覺得這裡面當然我們特別有一個科 就是最近大家比較聽到的多圓宇宙科 對多圓宇宙科 處理的確實就是分散式自治組織 就是沒有在特定國籍的 以前當然在我創業的那陣子啦 就是二十年前也有開曼群島嘛 對就是說它就是當然有國籍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登記嘛 但是實際上它可以是全球各個不同的管轄領域的人 加在一起去開曼群島社會公司 那現在就不用啦對不對 你在以太坊上面 它就類似開曼群島 只是更沒有國籍而已 那但是在上面還是可以有 就是還是可以一起管一筆錢嘛 還是可以有治理嘛 還是可以他們透過smart contract 可以寫很多治理的方式 那所以現在越來越多實體 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治理 但是我們跟這些實體之間 要有怎麼樣子的關係 這個算合約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算西法利亞體系嗎 這個是需要探究的 所以我們這個多元宇宙課 就是在看說在各種不同的這種 所謂的metaversus 各個元宇宙中間 有沒有一些共用的通用 像剛剛講公煉的這些東西 分散式的身份認證的方式 就是我不管到哪一個元宇宙 我都可以認證我是我自己 要是在我自己手上 而不是在特定的平台手上等等 那這個就是這個課要研究的事情 那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那如果說像心理安全的國安的考量 對 像就是說我們的政府資料 有需要在國外進外做備援 而是說你們就可以 書衛部就可以幫忙 做這些就是備援資料的一個 最高的一個保護 因為有些國家 譬如說有來台灣做Data Center 對 那我們有需要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嗎 是 您剛剛提到的 比較不是說好像通訊受到影響 我們要立刻切換到外面的機房 而是更嚴重的嘛 就是說整個Data Center被砸爛了 那硬碟都沒有了 那怎麼樣還原是不是 我要先確定你問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資料可以開放可以共用 對 越來越公開 但是如果說是屬於國安的這一塊的資料 對 我們需要有做一個備援的一個 就是需要把它在境外備援的一個資料 其實 其實不只是 沒有 我剛剛講的是說 能夠自由流通的是數據 是Non-Personal Data NPT 就是無關個資的資料 那個才能自由流通 對 那不然的話我們剛剛講到像MyData 那個都是在已經有法律依據 有加密管道的情況 尤其是流到我的手機或電腦 而不是流到數位部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 只要有牽涉到個資 還沒有到國安層級 只要有隱私的考量 那就不是自由流通 這個要講得很清楚 這個事實上也是 就是大法官的那個健保案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不能夠再說你的組織法跟這個有關係 那我就可以把資料開始往上集中到這裡 你真的必須要有明確的目的 有那個作用 你才能夠對各自做這樣子的集中處理 所以這是滿不錯的觀念我覺得 好 那所以那您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機密性的資料 或有各自的資料等等 目前是每一個相關的部位 它可以就是用它自己向上集中的那一個機放嗎 那但是確實我們有在討論 說如果是遭受到比較大規模的攻擊等等 那如果事後要還原的話 那是不是需要有些加密之後 或者是在境外 但是境外還是要確保說人家不能夠看到裡面的各自 它還是要跟各自無關了 去做這種隱私強化的這些處理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增進我們的任性確實是有幫助 那這個我們也是很積極的在討論 部長我剛剛請教你那個也關於區中進化的概念 對 您覺得這個數位部要不要有這樣的過節 因為很多數位發展呢 基本上它的即時性很重要 對啊 它的那個當下靈活的反應很重要 對啊 對它可能 嗯 而且各個所有的創新都需要更少的課程程度 嗯 你覺得呢 欸可是這個跟剛剛講到的公鏈好像有點不一樣的意思 你們這邊講的比較是我們內部溝通的速度 對對對 對 所以就是說不一定要去用開放 包括內部溝通的話 包括跟整個政府部門的溝通 是是是是 因為我們這個公務系統 基本上所有的乘客我們當然都知道 對 公務員的那個辦事效率邏輯啊 是是是 這個 這個當然有改善很多啦 是 但是如果我們要從數位創新這個角度去看 是 它某種程度也會成為你的束縛 嗯 嗯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因應我們當下的中華民國的這個 那麼多科程的一個制度管理 嗯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 數位部在做 整個數位創新發展的構成 可以 可以更即時的 更有效率的去發揮 嗯嗯嗯嗯嗯嗯嗯 它的那個數位創新 嗯 因為其實光是把就是NCC裡面推動的部分 國發會的資管處 經濟部裡面數位轉型相關的部分 院資安處 交通部有電視部分業務 集中起來 我覺得這個就已經大幅減少了協調成本 嗯嗯嗯 以前不管是剛剛講到的總體會微型 無具專網 等等這些題目 很多 因為我以前是政委嘛 很多真的要兩三個顧會首長 再加兩三個政委 才能夠協調出某種 某種講法來這樣 那那現在就不是啦 現在就是我們就是兩位署長 三位次長 那再加上我 其實就這些人了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就是找出 那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向 那從產業界其實 並不一定說什麼都要我們照單全手 但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等很久 但是既不確定要這樣 也不確定要那樣 是這個不確定性造成比較大的這個負擔嘛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個MOTA就是馬大嘛 馬大這個轉速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次迭代的速度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當然認為說 特別是成業署 他們說自己是馬大的轉子 這個ROTAN 這個資安署是定子 Stater 他們是就是要對外去碰到各行各業的部分 所以他們收集意見收集需求等等 這個本來就是他們的能耐 這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快速中正出 像剛剛講的那些POC 那些可行的創新的方案 我們幫他們去跟其他部會說 他們不是只有用來洗錢詐騙什麼而已 他也說不定可以增加你的社會價值 或者甚至環境價值等等 那當我們這樣一個輪回 只要一個禮拜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一年可以iterate五十幾次 對 但是我們如果一個就是要一個預算年度 那我們一年只能iterate一次啊 所以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主要的價值啦 就是去增加這種協調跟溝通的頻快 降低它的延遲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好意思 插播我現在是生八分鐘 八分鐘 不要想問的問題 生八分鐘 不然要吃午餐了 人產的這個部分 你就是說現在產地到現在 你們現在已經批用多少的這個人員 然後如果是那個 就是說是屬於那種 就是約聘雇的 現在大概佔多少 約聘雇 我們現在大概三十人左右而已 那到明年年底 人總核定給我們的也沒有超過一百人 所以無論如何事務官的比例都在八成以上 那現在應該事務官 對八成以上 接近九成 那當然之前也有過一些討論嘛 說立法院當時在野黨嘛 都是說可以到一半嘛 那最後明定下來是說 可以有一百人嘛 然後兩屬哥一百人嘛 對 但是這樣那個速限三百嘛 沒有要標到三百 不是這樣子 這只是速限三百 那我們目前因為商調很多機關 他說你要等我一個月再訪人 等我兩個月再訪人等等 所以雖然理論上 我們到明年年底要有五百九十八人 但是我們現在佔這邊大概兩百 可能還不到 就大概快兩百 那兩屬加起來好像也還沒有到一百 所以就是還不到一半得到值 那很多都是說他手上的業務交接完 或者是這個當地院質詢 人就放給我們 所以商調還在持續進行 那因為民間也都在搶數位人才嘛 那布達民有什麼用誘因 能夠去吸引所有人才到數位布達 是是是 讓他們覺得說 有這個動力跟你的誘因 我肯定會不會來為這樣 如果是技術人才的話 來我們這邊薪水大概都打八折 所以不能光靠薪水 而且這個打八折已經是 我們跟朱總仁總已經協調過的 本來要打根 對 那但是 為什麼還是有很多人願意進來 當然有些真的是說有使命感 他覺得他就是在這兩年要保衛國家等等 這個是真的有 不是很少 是真的有 就是特別是投入自然工作的 那但是另外一個也很重要 就不管他做資安或做產業或做社會發展 他來這邊有不同的視野 他可以看到全國性的政策 全國性的系統 雖然當然不會有全國性的個資 因為我們不集中個資 但是可以規劃全國性的數據交換 那這個等到他回業界的時候 他身價就不一樣 我們學就是資訊工程 要變成架構式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你如果沒有碰過大型系統 複雜的系統就是沒有碰過 那但是來我們這邊 每天每天碰到的都不是演習啊 也不是做習題啊 是實際的挑戰 實際的威脅 那所以等到他來我們這邊一段時間 也不可能一輩子都約聘嘛 不可能一輩子在這邊 對 所以等到他回業界的時候 那他的身價他的視野就跟以前不同 我想這是我們比較大的友誼 我們年底成立國家自動安全研究院 自然院 還會有更新的一波 就是往技術人才這邊的招募 那你覺得說這個數位人才這個部分 你可以當成一個培訓 一個搖籃嗎 對 就是說人才類似一個對流嘛 對 那像資安署目前的約聘人數應該是最少的 好像只有一兩個的樣子 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管是商要過來 或特別是約聘 他們要通過很嚴密的飛行查核 就是去確保說這個他不會有 就是那個 那如果再加上流動 那會不會有更多資料留外 所以要通過嚴密的飛行查核 這個是很重要 而且 只有資安署的人才需要通過 資安署要通過特別嚴謹的 對 其他的當然 人種都有標準的那個調查等等 特別我們產業署 他大概不會碰到經營系統 他的資安分析是C級 所以產業署到相對上比較容易 如果要用原品的話 那資安署當然他們會開缺 但是每一個缺都要有相當嚴密的方式 確保說 他來的這個人是值得託福 這樣子 好 那工長那你覺得就是說 像就是說現在 因為屁股的釋出 這麼多問題就好像直播到數位過來 我們剩三分鐘要處理這一題 對 那是個 就是說 第二梯次的五句評估 你們現在有沒有什麼規劃 是 還有就是說 最近炒得很熱的 還跟他跟這個原傳 他不是要合併 台灣之心 會壓抬自己 這個案子 對 中華電視一直認為說 合併之後的評估是超標的 應該要繳位給這個 這個你們要怎麼 這個我剛剛在資安大會 有被讀訪 有問到這一題 所以我還記得我就先講 其實 9月底的那兩場聽證會 是相當重要 因為他考慮 就是主要考慮 聽證會裡面提出來的 大家的論點 論據等等 那這部分是由同傳會 來負責審查 那後續審查評估 就是按照電信管理法26條 那我們這邊會出具 鑑定意見的是 資源合理分配 這件事 但是還有別的 有助產業發展 維護用戶權益 維修市場競爭 跟確保國家安全 所以這是一個通盤考量 那我們這邊 當然會跟通常會 充分溝通 來交換意見 但是在合併案 就是 合併發生之前 其實並沒有超標的問題 所以 通常會審理這個合併案 我們會基於 我們這邊的職責 就是資源合理分配 去提供我們的意見 這樣 對 那第二波的 對 第二波 第二波 這邊講的是 4.8 4.9 DGHz 就是所謂5G專網的那個頻率 對 我想通常會 預告好像 剩六天 還七天 就到這個月底 就是包含專網使用的管理辦法 以及頻率使用對的收費標準 那已經收到滿多業界的意見 所以我們也有在看這些業界的意見 那之後會從我們這邊再次預告 那再次預告的就會是 已經有參採一些業界意見的版本 再次預告 那這個再次預告的時間 可能就不一定六十天 可能三十天吧 這樣 那反正我們是持續朝向 今年年底開放申請來規劃 所以還是今年年底會 對 這個時程沒有改變 對 那 媒體分認 我們現在非常 我們現在非常 對 重要的題目 對 新聞業數位轉型 對 我有特別跟那個 今天也才剛碰到 宇宙華書長 就是說我們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 理論上是一樣重要 但是就是有一些行業 它的公益性質比別的行業高 新聞業就是 對 這是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子 第四圈嘛 就是如果沒有一個蓬勃的新聞業 不能講說是民主社會 這個是很明確的 所以各行各業 我們 你問我說一樣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實際上真的有些公益性質比較高 那這個我在開幕那一天就說 這個就是幫助新聞業來因應大型跨境數位平台的挑戰 這個是絕對是我們的工作 那要確保說廣告收入現在大家都說有過分集中 到底過分集中到什麼程度 要怎麼量化 也要貨幣化 也要貨幣化 這個要算出來 這個是吳正宗政委有協調 所以我們會跟包含文化部 通常會 甚至公平會 之類 有一個聯繫的這樣子一個小組 來探訪說 新聞業碰到的關鍵問題有哪些 那數位部我們已經 當然大型快線數位平台這個我們本來就 就是有接觸了 我們也有開始談 那我們也有碰到好像有一個民間版本 就是有一些倡議的專家學者嘛 也有新聞業界的代表 我們都有開始交換意見 都有交換過意見 那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平等對話 然後確保具有高公益性的新聞業 能夠因應數位轉型 這個是絕對我們的責任 這個我們一定會繼續去做 那有沒有可能來擔任主政機關 主政機關去來判斷哪些 也是算新聞業什麼 對 就是說 如果是說 去跟業者談 或者是有這樣的對話的平台 讓業者能夠跟新聞業談等等 這樣設這個平台 產業署 跟我們說 這個是我們的工作 因爲 各行各業因應數位轉型 就包含這部分 所以也不是說 好像說 只有新聞業可以對話 但是公益性值高在先嘛 這是很清楚 對 那當然就是其他的,比方說NCCI文化部啊等等,各自有他們的利害關係源,他們也事實上也都有在談,所以這是為什麼是一個跨部會的對話的這個機制 那但是我覺得目前就是民間其實已經把很多的可行路徑都有畫出來,所以我們現在比較像是說這些可行路徑哪些比較可行,要帶一些參數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事實性的調查,確保這些參數是大家都同意的,不要說這個平台說新聞業損失多少,新聞業自己說我損失多少,兩個差十倍 就比較難對話嘛,所以我們就說先確保這個事實是各方都可以同意的,那就可以進入這個路徑的討論的部分 這個不容易啊,這個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基本上都在跟文化部在談 有有有,我有看 那時候有時候需要製造照去嗎 好啊,所以我要做什麼 好啊,謝謝 感谢观看